台北国际烘培展开跑 走过了食安风暴之后 现在市场买气回稳 今年国内以外参加的厂商摊位数 只比有1300个 南桥也强调今年的业绩 应该会有10%的成长幅度 这是我们新推出的3D食物链银机 你可以用面团或者是巧克力作为食材 把食材放到机器里面之后 机器就会根据你设计的模型 把形状印出来 只要将面团放进机器 选择喜欢的图样 成品立刻出炉 这是台湾烘培界首创的3D食物列印机 在台北国际烘培展成为全场亮点 国内烘培产值每年约600亿元 目前仍有成长空间 业界看法乐观 台北的这个烘培展非常的热闹 那所有的原物料 或者是所有的这个烘培业的厂商 大家都非常的积极的投入在这边 大家对烘培这一块来讲的话 都是非常的看好的 南桥去年获利9.49亿元 戴淑文透露 预估今年整体营收还会有10%的成长 整个烘培产业强调创新 相当值得期待 国内最大烘培原物料供应商得卖 走过食品风暴 喊出今年拓展海外的目标 大陆来讲它的能见度是最高的 所以我们目前会把我们的有限的资源 先放在中国大陆这一块 那等于是说在积极冲刺中国大陆的过程 其实我东南亚的部分也开始逐渐在做那个准备了 预估今年业绩将再创新高 长得评仇文又台北报道